看我正面 先稍微回顾一下上午的内容 上午呢 我们简单讲了这种ORMIP的概念 还有 Hypernet呢 用XML写配置文件 用Annotation写配置文件 一个初步的认识 大家呢 读了一读文档 要养成读文档的习惯 写了一个小小的测试程序 中午大家应该消化了一下吧 小程序不难 就是运用了一下反射 但是我告诉你 在Hypernet的内部呢 并不是用的反射 很多地方它都没有用反射 它是用CD Library 直接给你生成RG之码 那样的话效率会更高 好 今天下午我们讲第三项和第四项 看一眼我们的目录 我们讲第三项和第四项 常见的OR的框架 以及Hypernet的基础配置 常见OR框架这块呢 其实没什么可讲的 就是你认识几个新名词就行了 ORMapping的Flameworks 目前呢 比较流行的 大概就是Hypernet Toplink JDO 这些 其他的还有ORMapping的 比如说Ibettis 这个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那种 ORMapping 它就是把你的object 给你翻译成具体的西口语句 那些西口语句你自己写 后面呢 老师讲课的时候会提到Ibettis 会讲到Ibettis 所以不用着急 上午呢 我也说过 JPA是用来干嘛的呢 JPA这东西 画一小图 简单的 比如说这是JPA 那么在它下面 统领着一大堆具体的框架 这些具体的框架 全都实现了JPA接口 所以你可以想象着说 JPA就是一接口 下面就是具体的实现类 上午我也提过 这个东西很像JDBC 下面就是JDBC的具体实现类 JPA的意愿就是一统天下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这就是JPA的意愿 好 现在看来这个意愿很有可能 在不远的将来会实现 当然 你写JPA的时候 虽然写法上一样 不过具体的 比如说 我想对某一种特定的实现 进行优化配置 调优 那么这时候 你肯定还要涉及到 我们具体实现里面的内容 因为这些调优的策略 JPA并没有统一起来 JPA呢 还有一些细节上没有统一 所以呢 也留有这种具体的 紫框架扩展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Hypernet呢 除了实现了JPA这些annotation之外 它还 自己呢 也扩展了一些自己的这种annotation 好了 不多说了 我想画完这个图 大家应该理解是什么意思了吧 所以以后提JPA Hypernet 你要理解它到底什么意思 你千万不要认为它们是什么竞争的关系 No 不是这样 上我讲过 JPA呢 也是在Hypernet作者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一个规范 所以这里面呢 跟Hypernet的理念呢 是非常非常的类似 好了 不得说了 下面我们来谈这个Hypernet的基础配置 就是一些经常使用的基础的配置